今年他們有一個象星入名 這是吉星 剛才我都說過 我們為何會重複見到有些朋友有象星 原來十月生肖是輪流 所以是在命學上的會合平衝 空星有兩個是白虎和披頭 我們說什麼呢? 如果它的八字是如何走出來 例如我們在三合局中 身子神 中間的字就是子 如果它那個又見到流年 或是流月都見到 這就是象星 我們以上的朋友是屬龍的 所以有新年、後年、子年的老鼠、神年的龍 這三個生肖 他們今年都有象星 就是新子神三合局中所見到的一個子字 就是它的象星 象星入名 我們要看看 如果它是一個主管 如果一個主管 看看它屬於當權在哪裏 如果無論是誰的命中大象星 它都是為高權做 為高權做一役 即是代表它不是不用做 原來它更加要讓其他人做得多些加零一 因為如果它是一個職員 這個時候 老闆也是加了壓力給它 除非它自己做老闆 如果它自己是職員的時候 這個時間是它表達的時間 所以它要接到上級指令 或者老闆指令 這個時間也是它表達 表現出它自己 無論是學識或是知識 這個時間是盡量可以表達它自己 要發揮它自己 這個時間也是它升職的前奏 這個時間有很多人都看著 以前我們說 潛龍蜜用 什麼叫潛龍蜜用呢 原來一說起來 潛龍蜜用就是 我們和一個寫字樓 一班職員 潛龍蜜用 喂 整班工人 整班職員 喂 你又不知我什麼料 我又不知你什麼料 對不對 這裡實在個個都是龍 條條都是龍 只不過沒有人發現哪條龍 好了 這個時間 你剛剛這個象星表現 就是老闆 你的上級 喂 看看 發掘了 原來這個是potential 有潛質的 這個時間 你這班潛龍蜜用的時候 挑到哪條龍出來 如果你在這個時間 你是這條龍 你就可以發揮到你了 你發揮了之後 如果有老闆 有上級 印上你這條龍 你有出頭之力 看看你是做什麼的職位 工種是什麼 無論是你任何工種 都是你發揮的時間 這個是空性 好 也要說 如果你的表現 亦都說明 如果你的表現是好的 恰如其分 當然老闆上色 但如果你過了火位 那會怎樣 那會怎樣 整班潛龍 會對你有反感 這個時候 你都要自己怎樣去做 好 另外 我們會見到有兩個空性 就是披頭和白虎 白虎 白虎 我們在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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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性 神殺 神殺 就是白虎 容易有意外受傷 戍外旅行 就要留意一點 注意危險 交通安全 那些 還有一個 就是披頭 這個披頭 我們會見到 你網民生意 什麼叫披頭 就是我們會有一個披麻 披頭 另外一件事就是披頭 你想想你的頭會包住 為什麼會包住 就是你的頭容易受傷 即是說 當我們去旅行意外 或者做事的時候 工作的時候 小心了 容易觸碰到頭部受傷 這件事就是給你一個 示警告你的 警告你 喂 你的頭容易受傷 這樣 自己也小心點 尤其是老年家 年紀大的 更加要小心頭 為什麼 因為我們年紀大了 尤其屬虔 尤其屬虔的人 更加要小心點 虔虔裡面的人容易受傷 因為我們在五官裡面 就是代表我們的頭 虔虔裡面 而神裡面 神對面就是蜀 神是東南女 對面就是蜀 蜀 我們就是虔虔了 就是蜀虔了 三個山 所以蜀虔 蜀虔的人 都是要小心的 這個可以包括蜀虔的人 都是 因為蜀虔 蜀虔 也都是 就是要小心點 我們的頭部 是會容易受傷的 那好了 聽完蜀虔的朋友 我們多謝雍寶祥師傅 多謝